我在瑞典住過18個月 我在那個Charmes University 那時候我還在做物理學的時候 後來我到德國 我住在Tree 總之後來回台灣 對對對 您父親好像在薩布克 總之我最近這幾年開始就是 有很多跟歐洲的接觸 那其實是 好 然後有一系列的合作關係 就是我們從高齡社會 先從高齡社會這個議題開始 大家開始對北歐或德國荷蘭的 怎麼樣的有一個優雅的人生 我想這件事情 他們開始大家覺得很有興趣 那我覺得我們常講說 這是我跟我的朋友 他創了一個叫走出孤獨協會 這個是安可展 請放棄 OK 那去年我用了企業贊助的方式 讓他來台灣三個禮拜 我們 對安可雜誌 OK 我看到很清楚 這個我們新的想像 那我們從這邊開始就 我就有一系列的擾動 包括後來我決定 我應該說我的PowerPoint裡面 我們有講到說醫療其實不應該只有在 應該說照護這一塊 care 當然要在醫療之間 應該還有社會文化 生態 應該還有一些dimension 那另外我還有剛剛另外一個圖 是講到說 我覺得在歐洲有一個 我說它有跟歷史記憶有關的 對 這是我看到比較大部分在台灣 比較很少的人去往這邊去想 那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潛在的 那個內在的一個心理韌性 跟他的生命的韌性 那我們後來就這個 今年 大概 不是今年應該說去年 2008年的時候 我們 我就打算 我覺得應該要去看到一個社會的脈絡 而不是去抄襲它的一個SOP的 對 這是我 這是我最後 我們現在往前看 我要講的是 對 你可以自己 我可以自己拿 對 因為我這邊有計畫 這個是跟我一個暖暖 這個是之前比較起心動念 我有點多 有點雜 因為我其實也在整理之中 這個發想 應該說我通常是先看到說 他們其實有這些面相 也是我們台灣一般說 長照考察團到歐洲 其實有時候我都覺得這一塊都沒有去 特別去留意 那我又在跟德國過去的歷史有關 那我注意到說 其實他們會講 會講 講述生命故事 是跟歷史記憶有關 然後 其實我就把highlight說 其實應該是個走出孤獨的問題 不太是醫療的問題 我會highlight走出孤獨 然後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又看到歷史記憶 對他們的創業創新 特別是他們的歐洲社會 能夠設計出有溫度的產品 跟他的一些社會設計上面 會考量一些人性的需求 甚至族群之間的融合 還有最近我們到德國去的時候 我們特別注意到說 他們其實非常積極在 很多藝術家團體 也許是社區團體 開始很積極在處理難民跟疑民 怎麼樣很快在這裡安頓 就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題目 對 很重要的題目 那我覺得這個題目其實我們不應該 就是台灣朋友可能很難感受 我覺得他是另外一群人物 他們要怎麼融入主流社會 難民法還沒有通過 那我們看到的 我看到的是不 原則上他們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是促成陌生人 跟陌生人之間的信任關係 我覺得我看到的就是 人跟人之間非血緣關係 甚至非一個同一個族群的人 文化的人 他們可以互相合作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看到的是 就是說你公民看到 在你的周遭發生了一些問題 你自己找一些自同道合的朋友 主動出來解決問題 而不是在等政府先立發生 也就是社會創新 Botten out 那我其實有時候用講述的 我覺得其實有點像一直在宣傳 後來我就決定帶團到德國去看 那我們就 我前面有跟你 我前面第一張power point 其實就是我們的朋友去看到 這個 這個有一些是我自己 因為這邊還有點 這一團就是我們到漢堡 這個就是剛剛這位女婿 其實有告訴我們就是我們必須要做一些 Mindself上的改變才能應付高齡社會的問題 那我覺得我看到的是說 我希望我的這個加速器不太只是一直強調說 投資報酬率多高 然後他怎麼樣成為獨角獸什麼 我們有沒有辦法成為一個比較更intensify的一個 能夠讓產業 讓NGO 讓公民團體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平台 那我希望是說他們能夠看到 也可以看到他們自己這麼這樣走過來 從他們戰後走到70年 其實這些福利國家的制度其實這種強調互信互助 其實是一個他社會脈絡 跟他的生命任性才有辦法做到 然後我也想其實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的台灣朋友最震撼的通常是 為什麼他們會彼此願意這樣的互相合作 而且願意就是跟我們台灣人朋友也是第一次見面 就這麼熱誠的跟我們分享 他們從一開始起來 很多NGO從零開始 然後做到真的是一個非常有聲譽 而可以解決社會問題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那個sustainable 他不用到處去祈求人家去募款 那這種經驗讓我們台灣朋友有時候 非常不太願意相信說有這樣的事情 去了以後他們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是想說他改變了一個腦袋 我記得我也不知道哪一篇有寫了一張 我們有一個朋友就直接說他變了一個腦袋 這是我的一個理想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看不到自己內在真正的框架 的局限有時候你需要去走到一個藝文化裡面 讓別人來提醒 那我們我已經忘了 是是是 那我已經忘了 對不好意思 我又晃了這個有點重複 那有一位朋友我們後來大概我的行程安排個10天12天 因為方便讓有上班的朋友可以請假 所以這是我目前先這樣子設計 但是我希望他不應該只是這樣一個團 他應該成為一個更好的家屬企 這是我後來三團之後 那我接下來的馬上接下來的 我第一團有16個人來 我非常驚訝 因為我一開始做的時候 旅行社完全不能了解我在做什麼 你來瞭解 所以我們其實真的很多摸索 第二團的時候就有陳曼莉立委 還有一些 其實祖父聯盟合作社幾位重要的 重要的領導人物 他們比方說他們來看社區怎麼做綠能發電 社區怎麼做照護 這是一種其實是互相 它並不是技術性的分類問題 所以我們這樣兩團之後給我很大的信心 所以我決定說我怎麼樣把它深化 然後更有系統性的做 比方說我接下來一個計畫是到柏林去看柏林營展 那柏林營展當然我不只是看營展 因為我要看影像怎麼介入社會 然後影像怎麼跟社區產生互動 我們在社區這一塊一定是我們的一個主題 然後再來就是看柏林是一個非常悲痛的城市 我們可以講悲痛記憶 他們的轉型爭議 那怎麼樣我常常講就用一個正面來 你怎麼把這個黑暗記憶的問題 不要成為一個很膚淺的 我覺得很不幸膚淺的一個政治炒作的問題 能夠把它變成一個 是甚至是這個光光復興 就是說它文創你的很有深入的文創 那我父親是在他還沒結婚的時候 他1950年代他念師大師範學院 OK 所以因為他就1950年代 所以你大概也可以猜測到他那時候就經歷了白色恐怖的季運 那這間房子是 我現在直接就跳到最後面 其實這個房子是反而是我的起興動念 它是發生在2014年的時候的房子 就是因為某種原因突然冒出來 那我這邊給政委有一個 Audrey 我們有一個小短片 我請一個林立導演幫我拍了一個小短片 我們這個房子大概2014年的時候 因為我收到暖暖區公所的一個警告信 意思是因為我們房子大概10人每年居住 冒出樹來 那這個樹傾老了鄰居 所以鄰居打1999去抱怨 那我們家就收到警告信 就是說趕快來處理啊 要不然我們要罰你款啊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們家的驚訝是 哇 我們家我爸爸的手名下還有這間房子 你本來不知道的 很久已經遺忘了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人對 我們台灣很多人朋友自己原屋主 對於自己老屋的處理態度 我媽媽認為說這個應該是讓 原來是另外一個屋主是我堂哥 那我堂哥你看他讓他晃會嘛 因為人大概都搬遷了不在這邊 然後也覺得他沒有價值 或者你可以講說他其實有在等的 是不是可以把它拆掉啊 去蓋一個都根啦 蓋一個當他可以 他可以有些禮 我覺得他是往這邊想 只是剛好沒有人有興趣 就是這麼樣的天時地利人和之下 他就這樣意外被保存下來 然後四年前因為我們收到信 那我看到的時候我真的是嚇一跳 就是又是非常小時候的記憶 就很小的時候我們曾經 過年的時候會過來 那我現在回來就是因為那時候就我堂哥 這位堂哥本來他真的有考慮要把它拆掉 因為他覺得光是砍樹是個麻煩 這個就是為什麼台灣很多屋主會主動把房子拆掉的理由 現在我可以體會到因為他中間有很多困難 然後他覺得不值錢或anyway就是有一些事 那我那時候只是在四年前就是大概就是九合一大選的那個前後 就是同樣經歷了這一段 基隆就剛好換了一個市長 是一個 現在林又昌市長剛好又是承鄉所畢業的 OK 有很多機緣 我就決定那時候因為我到處求人家來認養這個房子 或者給我一些建議 然後完全找不到出路 那暖暖去工作也覺得這根本不可能有人有興趣嘛 是因為這個這個我在我十分鐘的紀錄片我稍微講一下 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決定去找故事 那找到故事就是我剛剛回來講說我現在回來就居然沒想到是這樣 其實他就是一位青年 那其實我就說我父親 因為他那時候就某天回家的時候 就在這間房子裡面就被特務跟警察抓走 那我爸爸把這一 我爸爸現在有失智症 然後現在又有一個問題他有失智症 所以其實我自己親自都沒有跟他 他長期談過這件事 我沒有親口跟我爸爸長期討論的事 因為我們從小 我們我爸爸是去了綠島回來 1950被抓綠島回來才結婚 所以我們長大的過程中 我們是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大概也是1990年代什麼 我們才知道的 那這個都是 而且還是被鄰居告知的 還不是自己家人跟你講 這是一個我們 我後來看德國很多納稅二代的記憶 也是這樣 我覺得非常非常那個 有一種這種全球在地的那種相通性 所以感受很深刻 那也因為是 就是說我們現在回到2014年年底 2015年年初的時候 就是大概整整十年前 那這個房子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不曉得該怎麼辦的時候 突然有個靈感出現 我就說 我就說 那我就找到我爸爸的 就是這個就是我爸爸的那個時候 跟他一起 這個是基隆中學事件 這個Audrey你可以去查一下維基百科 我對我爸爸的了解 都從網路上知道 就家人不講 那現在因為慢慢開始放在網路上 那我父親在這邊 然後他只是學生 他就 後來我把就是那一天在1950 某天晚上回到那個屋子就被抓 當天就送到 青島東路上 就是Shirton Hotel 然後中間就有行球啊什麼什麼 然後最後曲折就是到 後半段就是他就被送到綠島 他算是到綠島的第一批的這種 這種 這種學生的一個第一代 那我兩年前 他們有一個什麼人權記 藝術記的時候 我有去參與回去再看 就看 感受非常深刻 那我現在回來講一下 我那時候在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的原版應該在我家 應該在抹處 但是我們也因為 因為我在歐洲待很久的時間 我媽媽也不太重視這些事情 就家人也不太重視 所以我也找不到原版 我是網路上去下載 下載之後呢 我大概研究一下 從維基百科 你大概知道這一排的 像中浩東校長啊 這些藍民谷 中浩東是中禮盒的 同父異母的弟弟還是哥哥 就兄弟 藍民谷母 作家 我爸爸還跟他翻譯什麼什麼 魯迅的 把他中文彈成日文 這件事情我都是後來才知道 後來很後來 那這件事情我就說 這個學生 這個我爸爸在這裡 他 他就在這間房子被抓 然後十年徒刑 你可以看一下這張照片其實很慘烈 這班全部前排的老師們 大概可以想像他們的命運 他們命運大概都全部被槍決 大概只剩下兩位吧 這個在維基百科上都有技術 誰誰都被槍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這張照片 真的是感受很深刻 又再重新去找一下基隆中學事件 我那時候在2014年 我發覺沒有任何任何形式的 紀念碑什麼什麼 還有包括現在基隆高中本身 在2014年什麼事情都沒有 那中浩東校長據說多年來 他在基隆高中的那個校長室的 那個歷屆校長照片裡面 中浩東校長大概缺席了二三十年 這個他們後來因為我認識裡面一個 歷史老師是很有心來處理這一段 我們的台灣的過去的轉型真影的故事 我們才知道 我是現在回來這個 那時候我就想了一個 就在那個困 就好 你就想說真的沒有人來處理 而且我堂哥急著可能要 已經開始動念頭要把它拆掉 就在這個當下 那我就已經寫了一個小故事 在我的Facebook 就PO上去 那我大概就做一個很簡單的呼籲了 我就說 在荷蘭有一間 阿姆斯丹有一間房子是 一個猶太家族被捕的現場 但是這個被捕的現場 現在成為世界有名的博物館 那可不可以有大家有人來幫助我 來建一個把這個房子起碼讓它磨化起來 就讓它不要保留不要把它拆掉 那我們是不是有一個在暖暖的 我一說那間 那個阿姆斯丹的叫 安妮房子就是安妮之家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間在暖暖的安妮之家 我大概就用這麼簡單的語述 然後我也跟我歐洲朋友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可以把它想像 因為我們不知道有個被逮捕的現場 這樣 那這個故事 就真的還真的 真的我覺得非常感謝Facebook 而且剛好是因為大選之後 然後那一年的太陽花運動整整 所以我那邊有700多個轉載 分享 然後後來林又昌市長真的是在我的臉書留言 那我看到他留言的意思就是 他會來做一些事情來幫忙 我大概心裡有底 就這間房子應該是不會被拆 從這個開始之後 我們就有一串的擾動 所以你看說一開始沒有人有興趣的時候 到我寫了臉書之後 就說那時候是大概 就是我寫了臉書之後 大概我們就call for action 就是我們先把房子先清理乾淨 我現在可能跟你講 這裡面這群人我那時候都不認識 是因為這個action我們才認識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感動 像剛剛那個林立導演 也是被召喚來了 林立導演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他們就很有興趣他要來拍 其實他把這個片子也送到一些機會 大概沒有得獎 他也是想送一個 他用一個十分鐘短片 其實我們是有個長片計畫 就是在找 對 林立導我之前這些都是我之前認識的朋友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大家就聚在一起 他也是劉德的 林立導演不是他一直都在台灣 還有台灣現在做一些劇場工作 然後這位是孫啟隆建築師 孫啟隆那這邊有些清華的學生 這邊有一群以前也進駐這裡 這邊好我只能講這裡面有三位年輕朋友 現在今年的九合一大選都用獨立 所以有位是那個基隆物語 應該是時代力量的那位黃輝仲吧 就大概他們那時候用基隆物語的那個女生 有四個女生 應該有來 因為他們家就住在附近 我就非常印象深刻 然後那這個王醒之 王拓的委員 以前王拓委員的兒子 他今年也是用獨立參選 選上市議員 那另外還有一個叫張之豪吧 還是什麼 總之我都覺得 我們 我都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珍貴的運動 那我們就開始有一個 我說這個有點小小太陽化運動 就在我們暖暖老屋前面 那因為這個緣故 就是也因為我那時候 之前在台北醫學大學教書 所以我有機會剛好去跟一群 PGY的醫生講這個故事 我在講的時候 我沒有特別想到什麼 結果沒想到真的有兩個實習醫師 就來暖暖做社區醫學計畫 那也因為這樣 其實他們現在有個小暖蛋青年 這個他自己自主營運 而且還有一個獨立書店 那附近有一個警察宿舍 也因為我們這樣清理的關係 就是說大家就匯聚 就做了一些事情 我們也把學生帶進去 這是我那時候的計劃 只是我不曉得 該長期該怎麼營運 我說大概我知道的故事 就是說它其實應該是一個 台灣跟全歐 因為我覺得這一部 五年年代的這個世界的便當 我父親那一代 只是因為他們可能參加讀書會 就會被就要冒著這個生命危險 就很容易 可是我們如果看一下歐洲歷史 我說其實我爸爸那一代做的事情 1950年代做的事情 也是所有歐洲年輕人 在1950年代做的事情 大部分還是在念社會主義的書 因為要思考一個整個被解體之後的歐洲 未來要往往往連走 那這個今天他們我們羨慕他們的福利國家的政策 也是經過這70年漫長的實驗跟討論跟變動 還有學生革命 後來次軍演運動 整整的變動 是不是大家才討論出一個比較能夠社會顧及經濟成長 但是同時也解決不要造出極度的社會病者 我常常講說這個故事絕對人家不是現在得的 但是台灣因為竟然高齡社會 現在馬上又要去往歐洲羨慕人家的作為的時候 我會提醒他們說先看看 我們是不是也要來釐清自己的歷史的脈絡 那大概是有一個這樣 這個真的是看時機成熟 我們陸陸續續有 但也不是我在推 就是說也有生態旅遊 那我個人必須要來營運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就覺得我們現在應該有個企業的運作 我們要有個長期的合作 所以我才會開始帶團 兇帶團 那我覺得現在既然 那我既然到德國去 我就知道德國的資源 就從我們再回來前面 這個包括我跟這個朋友的銜接 他創了一個叫做走出孤獨協會 我剛剛那位朋友 Duck Mahircher 因為他名字有點難唸 所以我就幫他取一個名字叫 許德孟女士 OK 那我大概是這樣 你名字取得很好 好 許德孟 因為真的他也得了夢想 然後也是一個非常charismatic 非常有同理心的人 那我因為透過他 所以我發現我們現在開始 比方說我就說帶團 那我也請他幫我介紹人 那我覺得他扮演一個 給我是一個我的很好的role model 他們自己是一個本身在漢堡的一個 一間企業 一間企業公司 私人公司 大概七八年前 就忽然有幾個主管 就說我們是不是應該 在這個階段做一些事情 那發現在德國那時候 很多人去care 會去照顧青少年跟幼兒 但是發現對高齡的這一塊 大家就很少人去關注他 然後他也開始 因為那時候高齡的問題 就像是一個mindset的問題 就是說你怎麼去看待你自己高齡 你如果要把他看成會不會匍匍 就是會生病 就要依賴別人 那這個就是很悲慘的開始 那我覺得他們非常的 他就開始 他就取了這個名字 我也非常喜歡 就是走出孤獨 Vega Austria and Shanghai 然後他們公司真的就繼續 他們應該說他這公司 繼續負他這個人的薪水 他還算是他們員工 但他幾乎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 他今天是負責在做 走出孤獨協會 這個走出孤獨協會 你如果用德文去查 現在應該是全德國有名 就一個這樣藝人 你講甚至Facebook Google都常常頒給他 像Citlin Achievement 像這樣的講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一個人的力量 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 如果你是好的connector 跟一個mediator 那我覺得我就想說 既然他可以獨立 而且他們 他其實就是跟我講說 像他們這樣的NGO 你看他可以運作到 不用拿政府的錢 而且他也常常講說 盡量不要 因為政府錢會給你很多很多的捆綁 是 那這個就是我們參訪的單位 就是透過他 那我們跟Hanova Social Innovation Center 是2018年大概六月才揭牌 我們七月跟八月各去拜訪一次 那我們去拜訪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我們不是 我絕對不是要希望浪費時間 做一種一次性應酬性的拜訪 我們不希望這樣 我們希望是一個長期合作關係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什麼方式來做長期性的合作 包括也許送學生過去 也許是企業家在那裡短人金主 那也許特別是在高齡社會這一塊 我覺得應該這樣說 就是我注意到我們的ICT是台灣的一個強項 但是也許我們過去的那個代工製造的模式 就是讓我們覺得我們很會設計那些科技的問題 可是我們很難 比較難的突破就是那個設計一個非常有設計感 而且貼切符合人性的一些英法市場的需求 那我觀察到他們 那在德國在做其實他們會把那個工程師 直接放到第一線跟照護員跟這些老人學的工作者或什麼 是非常緊密的在合作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衝擊 跟這樣的一個交流 其實是一個非常給我們非常inspiring 而且我們去看的時候 我發覺他們就是房屋住宅 當然德國的住宅跟台灣的那個不動產公司 其實是那種差距跟 其實他們比較很多是工部門 然後他的房價問題也沒有像我們 有容易留於這種炒作啊 然後這種高價 他們的房屋公司跟社區單位 甚至在Henover最近才成立 他們蠻自豪 他們認為他們有一個老人部 他的市政府下面有一個叫Signoran 我根本是Aptilon還是什麼 就是說他覺得蠻大城市裡面 就是說他們是有的 有一個這樣的做法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他們也是很 就是蠻誠懇的 很多部門的人都出現 然後仔細跟我們講他們怎麼合作 那怎麼樣透過社區網絡的建構 還有特別是在對移民 就是你可能是講俄語的 你可能是講斯洛巴比亞的語言 這些其實他們也非常關注 那我這樣子看一下 還有這是一個我們參訪 那我特別介紹一個 還有很多這個 這個叫做One Southern Plus 這個NGO也是非常非常的奇特 他們我要這樣講 他其實是諮詢 我們說懷孕衝突 其實就是這些女性 因為未預期了懷孕 所以他很可能去墮胎 那這件事情又真的 我昨天才跟一位長期關注台灣 這個墮胎議題的一位醫師來談 他說我們真的黑暗數字是非常非常高 那台灣的少子化其實也是台灣真正高齡化 極具惡劣的原因 那其實很少人談這個問題 那我們那時候有很多機緣去跟他接觸 我舉例 這個NGO從真的是從零開始 從很小 他們一開始接受了一個叫Pofemina 大概2006年 那改成為One Southern Plus 這個要怎麼說 就是他們有一群新的組織單位 應該說新的一個領導階層好了 就是說接受了一個小的NGO叫Pofemina 那這個Pofemina過去 在2006年他們接受的時候 他們本來就是應該要諮詢那些 因為懷孕而產生 懷孕衝突性就是有墮胎 想要去墮胎的女性 然後沒想到那時候 那時候一年才有56名 他們接觸的56名女性 那我現在講 經過這個One Southern 就是後來整個改組 我如果沒記錯應該是2006年 重新改組 那特別知道說這是網路時代 我們不太可能 每個人都來跟我們面對面的智商 所以他非常充分運用社群媒體的 很多的聊天群組 用很多非常有同理性的方式 這個我沒有辦法細節講 然後做到的時候 讓大家信任他們 願意來找他們 而且最重要他們的這一家公司 雖然他們幾位主管人員 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但是他們 但是他們 他是pro feminine 他不是pro live 這個我們 他其實希望在pro live 跟pro choice 走出一個第三路線 所以他們說 我們不做任何意識形態的批判 很好 我們不做任何 我們不給這些女生 任何形式的教訓 也沒有要他們來信教 沒有 而且他們其實跟德國的 officially的Catholic church 是有點張藝的 因為他搶了他們生意 應該這樣 因為他們做得太好了 大家反而都來找他們 我可以這樣 所以他們其實是非常非常 甚至多元性別 同志家庭 這些對他們都不是問題 因為沒有他們信教 沒有 完全沒有 而且他們其實當初的觸發動點 並不是想說女性應該要生 他的想法是說 當一個女性遇到這樣一個 沒有她預期的時候 懷孕的時候 必須要走到 她覺得這是一個世界上最孤獨的人 所以那個就符合我剛剛前面 我本來以為走出孤獨 我本來一開始設計是一個高零 所以沒想到 我們後來就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機遇 我們就跟她有接觸 然後她覺得說 我就是陪伴這個女生 她也不批判他們 也不是什麼 但是她最重要是說 她也不會像Polite威脅他們 就說如果你這樣 你就有道德什麼什麼什麼的 對對對對 或是拿很可怕的那個墮呆的 他們很不喜歡這樣 她說你不要去嚇唬人 然後也不要用道德意思去壓人 那他們認為是說 他們覺得珍惜生命 而是要讓這位女性看到 她如果把小孩這樣 她是有前景的 她是有 她是有 被祝福的 被祝福的 而且那個真的要實際去做 包括說這位女性 也許生下小孩 沒有辦法 其實大部分她們不是因為金錢的壓力 她們這樣就時間上 分身乏術 或是剛好是在就學中 或是剛好有職業 career plan 她們都有辦法 動用她們社區的網絡 去幫這個女生 一起養一個小孩 沒錯 以至於讓她真的就放下心 然後就真的決定把小孩生下來 好 我現在直接跳過後面負責 我們去跟她 通常是一天到兩天到三天的watch out 她把她所有的know how都告訴我 那我們現在甚至有一個 我有一個 其實應該跟她們說 我們很希望做一個 Pofemina台灣的一個branch 這個也就是 不錯啊 這個會有市場 是不是 對 我們希望用什麼 然後盡量的說 不要走bureaucraty的方式 能夠真的踏實去解決問題 那我這樣講 我剛剛講 2006他們開始接收的那個小小NGO 是56個女性一年 去年一整年 去年一整年 他們 這個還沒有把圖畫完 這是他們去年 12月來的 有來台灣 其實去年一整年 最後到年底的時候 是八千名女生 八千名 那我問他們說 那你估計一下這八千名 只要跟你們 透過你們諮詢 也許是email 還是facebook 也許是person in person 或是怎麼樣各式接觸 我說你估計一下多少人 會決定把小孩子生下來 他說根據他們過去的經驗 大概他們應該是德國收集他們 懷孕婦女大數據的最重要的機構 你看有這麼長的data 他說估計是60% 會員已經把他生下來 所以算算看 八千這也60% 德國每年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NGO的存在 有一個小村莊的人口 多數有小村莊的baby 我就覺得這是amazing的一個程度 那你真的去聽他們講 就真的難怪他們真的是非常有策略 有專業 然後在諮商的方面 非常強調同理性 所以他其實那個訓練諮詢員 是非常重要 但是他有很強的 Internet的部門行銷 廣告 然後怎麼樣去做 怎麼樣去outreachin他們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smart 那我們的朋友 一開始去都沒有 本來是從我這邊 以為是要去看高齡 常常高齡這個問題 現在是非常的大一點 大家就有點拒絕 我為什麼會突然去看一個 跟懷孕有關 但是沒想到 我們經過一天 我想兩天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震撼 所以這是一團二團 我去了兩團 我去了兩團 去Facebook 所以我們其實有些種子回來 所以已經有開始在談 我們應該怎麼後續 那我常常講說 就是說應該為什麼 我其實不是看 我就跟我的台灣朋友 我們的同伴們講說 也許你回來 不一定要做婦女諮商 對 不一定要做完全一樣的事 怎麼做 你把那個know how 跟他們的那種非常professional 去經營一個從零開始的NGO 到一個這麼業績這麼強 你去經營電商好不好 做什麼都好 對 就是說 然後你的 而且你做的方式裡面 你不僅顧及到你的商業收益 其實你也在解決社會問題 而且你是非常強調 人性跟人性的統一性 那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 讓我們覺得很震撼 所以我才會說 我們現在在台北 大概有好幾個accelerator 很多大部分還是以投資 我覺得還是以獲利 我們有沒有辦法做一個 我就把它highlight 就是social innovation 那強調說 同時解決社會問題 但是我也要強調 我們不再走傳統那種福利 或者說公益charity的形勢 我們是希望能夠經營成一個 能夠等於說自己sustainable的運軌 那我知道 我這樣的一個構想 我朋友講 我符合ESG的第17項 Bull-Bull Partnership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好 這是我請教說 請教Audrey 可以給我一些更具體的建議 那我這邊 我這個實際上真的是非常草率 我這邊 這是他們諮商的 剛剛那個Pofemina 諮商部的主任 他自己是個內科醫師 後來又去學 又去學Logotherapy 就是Victor Fron 的異議治療 那通常是跟安寧 安寧 就是說人生的意義死亡是這樣 總之他 我就問 對 很多這個 然後他們 我有問過 其實他的諮詢部門 很多都是 主要都是medical science 就是說是medical school畢業 我說你們為什麼不是 待在醫院 或自己去開業什麼 那當然對他們在德國 那是高修路 非常高修路的地方 為什麼願意來全職 來做一個MG5 他們每個人都跟我說 因為他覺得做這件事情 他非常覺得人生 非常是一個 讓他覺得非常快樂 而且有成就 充滿意義 那我帶了 我這樣講 我帶我們 尤其是我七月團的時候 有一位 花蓮的一個小學老師 一個叫洪橘英老師 他長期投入性品工作 那常常也被黑函責備 什麼 後來他又在 他的小學 就是一個全部原住民的學校 所以他說 這種青少女多胎的問題 是非常非常非常嚴重 然後他已經做到 他就跟我講說 像這些這種 救助啊 援助這些都 每個在NGO裡面的人 都非常的depressive 他就問我說 怎麼 他還沒去德國之前 就問我說 為什麼 Pofemina或 One Soren Park 有辦法做到 我說 所以我說 那你要跟我去看 你要去看 那我其實 那時候只有一個很簡單的念頭 我希望讓台灣這些 做這些事 至少他覺得 他會看到 他不用再這麼depressive 他真的看到 你去他們這個 Pofemina的 那個 MUNI的 MUNI總部 你覺得 每個 裡面的人都充滿了朝氣 充滿了非常快樂 正向的能量 這跟我們台灣看到 真的是差距很多 那他們當然 社交平台這麼大 他當然 完全在財務上是 完全是沒有問題 你可以講 他小 而且他只收小額捐款 因為不想讓任何的意識形態 包括教會 包括哪個大社團 來影響他們 所以非常堅持他們的那種 一定是幫助這個女人為主 對 他們有幾個原則 就是說其中有一條原則 就是他們認為 每一個人都有被幫 再受到急難的人 都有被幫忙的權利 要求去幫忙 所以他們繼續在做這個 然後他不judge他們 不做任何意識形態的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只是剛剛開始 我相信我在台 其實我 就因為有機會 常常去參加德國 可能是經貿辦事處 他的年會 或是哪些茶會 我常常遇到說 這些他可能比較小的公司 可能不像BMW 或是Benz那麼大 但是你去問他們 他說他們當初公司的 尤其像風力發電這些 很多的創意的來源 一開始就是 他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 他並不是為了那樣跑避 等於為了永續 好 那我自己覺得說 很多自愛男青的時候 我現在是有想到 就是說是不是 我們如果怎麼樣做 那最重要 我說我還有去年 那個大使也蠻支持 還說還頒給我一個獎 那我那時候跟他講說 其實我們不需要公部門 我們還覺得 公部門這條路線 還是能夠 不算是我們的主項 我們是不是希望請他 把這個平台裡面 也許先去找 也許先去找得商 在台灣的得商 或是怎麼樣的企業 一方面他們 不太 可能一開始可能是 某一種形式的贊助 但是我希望他們把它做成 這是他們的CSR 應該說長期來看是希望 台灣的公司 因為投入這個加速器 它自己本身的那種 以Value Driven的那種 歐洲價值的導向的這種 讓它帶動它自己的產業轉型 這是大概就是我們現在的想法 所以就是說 一開始可能是為了CSR 但是最後它可能能夠帶動 企業本身的創新 供應鏈的創新 甚至商務拓展等等 希望有更多的Value 對 然後你說這個加速器的標的 是沒有限制題目 還是就是專門做 走出孤獨 我覺得我先用Social Innovation 來作為一個 他們來的人就是包括 他不僅要產業創新 但是他也非常care 他會對Social Innovation有貢獻 我其實因為就是不知道 所以我們才會再開始 在一個藍圖的裡面 但是我不曉得 現在有什麼地方是ready的 那OK 您說 沒有 您先講 我大概只能這樣子發想 所以我那時候只有幾個 business plan 這個我只是在講說 當然我們可以跟它 有更密切的合作 我也可以透過 這是比方說我們去的時候 他們就報導 像這個共住住宅 這個也是台灣 有些建築廠商 因為你可以想像 以後的你老了 住在一個豪宅裡面 然後結果只有 你跟你的外勞 這樣的想像 還是我們比較希望 在一個比較 不一定是這麼豪華的住宅 但是這個住宅裡面 是讓大家能夠輔助 而且是一起攜手功勞 那在德國 以我這個朋友來講 我都許德夢女士 然後我就覺得 他跟他先生沒有小孩 但是他們有個六對好朋友 夫妻 有人有小孩 有人沒有小孩 沒有關係 他們最重要的是 這六個夫妻就要住一個 建他們自己的共住住宅 那漢堡市政府 這種叫做共住住宅合作社 就是他們這六對 這十二個人 那他們在漢堡的話 漢堡市政府 會給他們40%土地的優惠 這種事當然就比較中產 但是如果你經濟能力不是這麼好 也許就是一個比較大型的 然後有這個 可能還是包租代管 但是它是一把工具考量 有工具考量 有各種形式 付服務的 或者甚至是社會性住宅 我們去看的這個 其實它是一個社會住宅 原則上它大部分的人 是低收入戶 是低收入戶 但是他們非常 你看這個漢 它上面最上面頂層蓋 那Paint House通常價格就可以標到 所以他們這個基金會 他們就把這個Paint House 那個是用原價 而且是高出 就是說是非常高價去租給 經濟能力非常好的 所以在這個住宅 然後這裡面有失智者 十個人一組的公寓室住宅 為什麼要把失智者集中室 因為他們就需要專業的 24小時有個專業 在這個公寓裡面 這個十人一組的 十人單獨 每個人單獨房間 但是時間房間 成一個單位 這也是一種蠻創新的做法 最重要的是它把年輕人 年輕家庭帶著小朋友 也會放在附近 特別是要跟失智者互動的那一塊 小朋友變成很重要的 然後這個社區裡還有一個幼稚園 所以當我們走到這個社區 你又完全不會感覺說 它只是一個老人的社區 而是一個其實是非常活潑 而且甚至你說連貧富 上面還住非常富裕的人 下面住 中間住一些是屬於低收入 需要補助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一種 在漢堡的一個想像 就是說我相信這樣的 類似的這樣的集合 在歐洲 特朗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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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 當他們一開始推 大家一起住 老人 其實還會被人家笑 他說以前很難推 他說 你怎麼回去去做 學生宿舍 怎麼這麼老 結果沒想到 大概五年內 風氣大變 現在成為Fashion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Mindset 其實就像他講說 Mindset的改變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對 那我是剛好有這幾個 剛好湊足了 因為就過去這麼一年 就走了這麼 這些路程之後 我覺得是 我們應該是有一個 比較更系統化的來 推動這樣的交流 然後特別是把價值的那一塊 社會創新的那一塊 也放在這個加速器裡面 這是我的一個 出錢的想法 所以你們本來 就有一群人想組加速器 還是就是 一年之後才想說 那我們來弄個加速器 我那時候一直把這個團 我現在的一個營運的模式 我的收入來源 其實主要是看我出這個工學團 我們出工學團 我就有一些營收 就是我記憶們 但是我覺得長期這樣下去 嗯好像 我覺得那個力道還不夠 所以我覺得 例如說 是不是我們 當我說加速器的時候 就開始有人來找我 我只能講說 其實我想說加速器 大概一個月前 我覺得應該用一個 而不是在一個 比較軟的性質 就好像什麼叫共學團 那時候給人家的想像 還是在比較 我意思說比較靜態的互動 而我們現在應該說主動的 我們會 有要創造價值 或者是在這個裡面 有更多的商業的交流 因為這樣子 你才有經流下來 能夠推動未來的發展 對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每次去 其實都先在做預備 就是說之後我們可能是 要跟他們長期合作 只是我還不太確定 這種合作是什麼關係 難道是 台灣學校現在有不少是送交換生 就直接 對 但我不曉得 我們有沒有真的去好好研究一下 這些交換生 去了德國在做什麼 好 我有時候覺得是 很多時候其實 第一塊也很茫然 去的時候 要不然休克 也不能到處去旅遊 或什麼 我發覺其實 因為沒有給他一個orientation 所以他去的時候 其實在這一年內 我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說他比較沒有一個 系統性的去融入那個 不過大二大三跟一般加速器還是不一樣 還是有差距 對 當時本來大一大二大三 本來就是一個類似 打開他人生的境界 類似柏亞教育那種感覺 他想要找到方向 但是加速器當然都是已經有方向 一直把它放大 就他其實已經放大 或者他已經開始考慮就業 他的career plan 對 那我過去 因為我也在那時候在推爾念書 我坦白講 我在 我覺得德國學院 特別是Social Science學院 我坦白講 我覺得應該說全世界學院都 容易有這樣的形象 就是容易跟社會妥協 應該很非常了解 所以 但是當我認識Dagma Hirscher 比方說 我就真的是覺得 我怎麼這麼厲害的人 然後他自己也非常好笑 因為他來台灣人家就 Oh Professor 什麼Dagma Hirscher 他自己就覺得 因為他是德國的 奧斯比爾農俄神 是所謂技術體系 他非常 他們非常prow 他們自己是技術體系 所以我這個就是 我現在回來台灣 就是如果我們一直在做Academic 一直往Academic走 其實你不容易接觸到這個 真正非常的 有能力做事情的公民 這個也是我那時候發現 那我就覺得說 我們有沒有 嗯 也許我們那個加速器 其實就是更去跟這個 德國主流中間 因為我在台灣看到就是 要不然就是買德國產品 那德國的產品 台灣買的算是非常好 買產品 要不然你有留學 有留學生到學校 但是我發覺很難把他整個社會 整個社會正在滾動的這些 主力的人 叫做Cittering Group 或是叫NGO 或是我剛剛看到的Pofemina 或是剛剛走出孤獨協會 或是這個Foundation 這些都不是在我們那些 那種商業的交流 商務的交流 跟所謂的去送學生去學校裡面 我覺得這一塊都沒有接觸到 所以我有點可惜 那我的加速器可能就會 專注在這一塊 用什麼體制外的很多方式 就不是交換學生啊 也許是短期的合作啊 這是我那時候想到 就是別人在目前沒有的 然後有一個大的缺口在這邊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可能帶團還是未來的一個 會做的事 應該說交流這個事 你的團員 設計團員 你的團員可能本身就要有一些 有一些策展嘛 有一些Curation 那你當然現在聽起來 因為之前有跟團的 其實也有一些NGO 或者合作小型態 其實是非常自由的能力的 對 其實是已經是等於行動者 或者甚至就是組織者了 對 那所以我現在有一點聽不太懂的是說 你的目的是說 你未來是想要找一些 台灣用的到德國的這些資源的 比較小的NGO或社會企業 然後讓他們找到投資者 或生態的廠商或者市場嗎 我現在也不知道 坦誠講我現在不知道 但是就我剛剛講的非常具體 一個是走出孤獨協會 有一個是這樣的Foundation 有一個就我剛剛講的更清楚 就是那個慕尼黑的那個PROFEMA 看起來好像如果說複製他們的方式 其實就是在台灣有類似的NGO 但是就像您說的 這個從它衍生出來那個方法 那個Empower的 他們把這個NGO整個從零到 長到這麼 這個現在這樣的 這些東西也可以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能力 也可以做到其他社會企業 對 就是capacity building 每一個學層 對 對 可能是這樣 然後 怎麼說呢 比方說Hanova Social Innovation Center 好了 它為什麼才六月開始 你說德國這個工業大國 對 沒錯 就是因為它工業大國 它以前很少做bought up的事情 就是這個 那我最近去 其實是蠻仔細去問 社會智商 其實一個福利國家 這種福利體系 社工體系 其實是非常容易老化跟僵化 而且一定是保守 那你要怎麼樣 不斷的讓它不斷的更新 這個就有很多很多的學問 我最近看到 我去德國接觸的這些朋友 其實就是 我大概意識到說 他們其實也意識到這樣一個 這種保守的力量的時候 你與其去修法 然後再用top down的方式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成本很高 而且效果不好 反而我們來鼓勵你bought up 那你看它最近在德國 我最近很多 你看德國的像柏林啊 或者很多地方 其實它甚至 你不用在德國留學或什麼樣 你只要 它需要這個人才 你台灣直接過去 都 他們都接受 我最近還認識一個藝術家 他直接就把他原來的 他有個residency 就是藝術祖村 但是那個六個月過後 德國政府就給他一個 叫做freelancer的 自由作家的 自由創作者的表情 讓他其實可以這樣 這個我想大概十多年前 是很沒有聽說過 我們現在也有 現在台灣也有 台灣也有 就是說我們盡量讓這些東西 盡量讓它就是活化 讓國際人才可以更多交流 那既然有這個機會 我覺得這個 你剛剛說其實我不太敢 我確定什麼 我只能講說 有些東西就會長出來 當我 當我用這樣加速器的時候 就去問 那 我發覺的確是有人有興趣 的確是有人有興趣 然後 我也不曉得會之後 所以我才來說 特別來請問一下說 你大概也 也告訴你說有這樣的機會 那 因為我們的家 我們現在談很多投資 大概就南向政策 政府主要南向 或者以矽谷那邊 矽谷那邊為主的這種 獨角獸取向 那我個人是看到說 尤其是在醫療生醫那一塊 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顧及走出孤獨的 這個社會面 那你的那些硬體的投資 我覺得很多可能會是浪費的 就是我這個一點點小小的一個感受 也許是 也許我錯了 也許不曉得 那我們如果看德國這些 重視社會文化跟生態 這個樣結合的這種 在歐洲 因為他們這樣長期的實驗 這個人性化的實驗 我覺得應該是還有很多 我們可以跟他觀摩 最重要一點是說 我覺得我接觸的這些北歐 德國朋友都open 他非常樂意跟我們分享 這我看到的是這個 那怎麼樣把這個 這樣分享的資源 我也可以真的把它抓住 然後能夠生根 這是我那時候的一個小小想法 所以我才開始用團的方式 那是最簡單 我就是好call一個團 欸還成功 我本來不以為沒有 那這還需要很多的一種 磨念跟深化 我當初有想 我當初想在我的共學團的時候 我都覺得說 我怎麼去跟一般旅行團做區分 其實我覺得我在辦一種 像公民學校 就不是社區大學 有點像公民 但是我這個學校先開在 上課地點先在歐洲 這個有一些目的 其實我是覺得說 有時候就是因為 你在這個現成的環境 你已經太習慣 某一種情思的思維跟狂講 但是你走出去的時候 你馬上受到那種震撼 然後那種震撼 希望能夠帶回來之後 他可以就讓他有開發出新的創意 這個是當初的想法 那沒想到真的 我們朋友的感言 就是說 有一個朋友就直接講得很白 他說他覺得他換了一個新的腦袋 我就蠻感動的 他覺得 好 我希望換一個新腦袋的 這樣的企業家 最好是一個企業家 為什麼 他回來 他在他的企業創新上 有更多具體的想法 要參加這個共學團 本身要聽得懂英語嗎 不需要 其實大部分都是我做翻譯 我都有德語跟英語的翻譯 但原則上 你知道德國人 原則上他英語能力是 一個人是非常好 只是他聰明的時候 他還是覺得說 他要用德語聰明 我告訴你 通常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那個是人跟人之間的 互相信任 當然他們有一些 覺得說他自己比較羞怯害怕 原則上也都 到最後真的是 但是大家都是融為一片 問他們 雖然不好 可是你覺得那個 其實他們都知道他們要的 我覺得那個是一種 態度的感染 我們這個 像Pofemina 我們問到非常非常細節的問題 那最後大家就很感動說 對 是可能的 人跟人之間 陌生人之間的信任關係 是可能的 那你抓住那個價值感 就是說把那個價值感 好好把它做大 然後不要靠政府 不要去尋求補助 自己慢慢在自己的資源裡面 去把它做好 所以我覺得語文其實 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我實在是應該這樣說 甚至激發大家的 好了 我們可以包含一個小小成就 有一個清大外文系的女生 我第一團有一個清大外文系的女生 來了以後 那結果她回去 就大概非常積極的 就決定要去德國交換學生 所以她最近申請到 Hombo University 一年的exchange 對 所以我們就很高興了 我覺得你又繼續是我的種子 因為你出去之後 你就有自己到柏林吸收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想說 你出去你就被 你就被 應該說被碰撞 然後你回來 帶回來 你這邊又繼續 你的種子就繼續長起來 那這樣的效應 我覺得那個種子 應該開始在慢慢成長中 我的加速去只是說 我怎麼樣再把肥料 或者是 不要講說肥料 我們怎麼土地耕耘 做更有系統性的一些案子 或者是規劃 所以你們團員回來之後 還有某些線上 或者是線下列 有 我們有同學會 對 我們有同學會 我甚至其實因為如果時間有 其實我應該要開一個workshop 才對 就把那個尤其像 Pofemia那個 有辦法 那個因為她的組織 我覺得那個比較完整 因為她在一個組織 我們曾經很想說 應該來做個 有跟台大公衛器 或是哪些團體 想要開一個 像一個像論壇一樣 請我們的團員 那特別是那幾位 主婦聯盟合作社的那些 資深的朋友 其實他們非常有idea 或是承辦立立委 就請他們來報告說他們看到的 然後再把台灣相關的朋友也找來 好 這樣子 能夠 到底我們可以 能夠再繼續接下follow up 是什麼事 這個的確是我想 就算是這個加速器裡面 會是一個必然的一個program 的一個regulate 應該要不定期有這樣的forum 對 因為我們看社會創新的生態系的話 其實大家當然要了解到說 有存在 對 就是你剛剛講的這種影響力創業 對 我們叫影響力創業 對 我們叫影響力創業 對 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在台灣現在主要的一個挑戰 其實是我們從早期解放到成熟解放 到規模化影響力 這段過程裡面 比較沒有就是專門為了規模化這件事情來做的資本 就是說我們講ESG或SDG 這個大家都同意啊 這個只要是上市公司 大家都同意說我們本來可能會破壞環境什麼 我們至少要避免危害嘛 這個是大家都同意的 現在我們是絕對到這一步是沒有問題的 對 可是從這一步到這一步 其實它中間需要一個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有一群人來讓他們轉換腦袋 說我們的錢不是只是不造成污染就好 不是只是不造成塑膠危害什麼就好 而是說有一些impact leader 他具有一定的公信力 他可以出來告訴大家說 你只要稍微一轉念 你就可以去 contribute 到影響力創業 甚至你本來學到的那些 讓一家公司怎麼樣規模化的那些經商的那些能力 他也可以拿來把這個影響力本身規模化 對 那像你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Profemina的那個能力 它就是Design for Skill 可是Design for Skill 對 因為它本來已經有創業者 但是你說它創業者的 可能接觸到的人是有限的 或者是它只能提供一些早期的一些解決方案 它沒有辦法真正變成一個好像認同 一個運動等等 對 所以它等於是引進了Design for Skill 的這個能力 然後去讓它能夠一路到非常有規模化 那其實大概到這一步 其實你就不太需要就是外在的更多的錢了 投資了 它本身就自給自足了 它就已經走到有財務回報的這一步 那現在的問題只是說 如果一直沒有好的影響力中間 去說服大家 從只是避免危害 變成到提供解放的這個資本 然後去Promo這兩種人 就是掀起創業跟規模化 的這兩種人的話 那就會我們一直在這裡 在這裡而已 然後很難走到這個循環 所以這是我目前看到的 就是大家會比較想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影響力中間是一個 像你在做的就很像 像影響力中間 我現在做intermediation 對 那但是這裡面 我覺得你需要找到的partner 一部分當然就是說 你自己在這邊把這個網絡 繼續建起來 這個是你無論如何 本來就一定會做的事情 就是更多的行動者 更多的領導者加入 又再揪更多的行動者 這個參與的部分你本來就會做 但是我覺得也同樣重要的 是你怎麼樣去找到更多人 願意去做design for scale 因為你現在很多是引進 國外的design for scale的這個能力 可是他不會 德國人不會跑來這邊 design for scale 所以說我們要自己成為 長出我們自己的design for scale 對 就是說你要說服這邊的行動者 能夠投入design for scale的這個工作 但是這個跟很多加速器所謂的 先行創業其實是不一樣的 又不一樣 design for scale是你已經拿了一個 一個prototype 但是可能只有在一個地方 或者是只有可能主持的人 自己也覺得 我一年能夠接觸到70個人很好了 但是你要引進第二個專業 告訴他說 沒有 你只要做一些就是調整 那你可以碰到幾千人 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你在這個位置 你的主要的partner應該是 應該是這一邊的人 因為台灣並不缺這一邊的工作者 對 然後這個你本來就在做了 我在做了 對 所以我覺得主要要找到 community 就是一方面是有錢 但是腦袋還沒有轉過來的人 那第二部分是說 他有這個design for scale的能力 可是以前他不是用在impact上 了解 他很可能只是用在傳統的經濟活動上 對 比方說我最近看了很多 如果是掛名有CSR的論壇 那可能就有幾個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就會加入 對 PwC KPMG 對 PwC KPMG 安永 那這些他們的單位算是 也算是會在什麼角度 就是說這些 我那時候只想說這些會計師 起碼他背後就有一群 他諮詢的對象都是一些企業家 所以他們其實是可以幫我連到企業家 所以他其實也是一個 他們也在扮演這樣的角色 就是說透過他 因為我有跟他們講 他們還滿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可能要再 我們去講的時候 可能要再定位再清楚 我們可能會是用什麼樣的形式合作 對 有一些會計事務所目前正在投入 就是影響的貢心力 像所謂的SROI 或者是SIS 或之類的 對 那他們的做法就是說 他們拿著新的一套會計準則 然後去實際的評量說 你做這件事情 真正做到多少正向的效果 對 那他可以拿這個去給Impact Leader 那Impact Leader就可以拿著這個說 可見你應該要擴大這個網絡 可見資本投入是有意義的 那而不是只是故事好聽而已 它是真正可以轉換成看得見的東西 所以他們的角色 一方面當然會計師是有一定的貢心力 那二方面也許有一些像 以我所知的KPMG 也有在這邊去往前一步 去說如果有一些人 他還不知道要怎麼樣去做 SDG相關的就是影響力評估 或者是說他的公司 目前還是很模糊的這種感覺 那他會去幫他做一個叫做Strategy 所以就是CSR不是只是帳目上的 而是說他會變成公司形象 就像你剛才說的 不管是供應鏈 或者是他內部創新的一部分 那這個叫做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 對 所以也有一些會計師現在正在做這個 所以他們直接接觸企業界 讓他們來改善他們的 那我 以我這邊我要尋求這邊 我是不是可以透過KPMG Pw 這些來幫我引介 我怎麼知道他們在哪裡 人為著那些鋪 那個鋪在來 我可能要往那個方向 對啊 我們現在 因為這份簡報其實就是 台灣現在要成立一個叫做 影響力投資的諮詢委員 這個還沒有成立 我們才剛剛有第一次的小聚 好 所以你還沒有演講過這個 對 這個是民間發起的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這些就是那些實際上 會用得到錢的 可能被加速的 對 那這邊是有錢的 被加速的 能加速的 對 那但是在中間 你要怎麼樣去擴大這個網絡 那你就需要一些仲介組織 那這次就是由這個仲介組織來發起 正確才好獲勝 對 那然後除此之外 當然還有這個涉及流 它本身同時是媒體也是加速器 對 然後還有民間的一些網絡上面 一些朋友 對 那所以像您剛剛提到 這些會計等等的朋友們 大概就是作為一個 推薦的一個角色 它是你一需要 它可以提出一些論述出來 那當然還有老師們 因為老師們是引進這個 我知道 有幾位認識的朋友 對 那所以我覺得說 我覺得重點倒不是說 你一開始要去找哪一個人 而是 而是說你自己在這個生態系裡面的定位 可能你有一個比這次的簡報更 更詳細的 更短一點的 更短一點的 但是就是比較深的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知道 因為這個是蠻粗淺的 所以我需要跟人家討論之後 對 就是說因為你剛剛當然 就是說幾乎都呈現了 都有 對 可是我覺得一般來講 大家在找隊友的時候 大家會很清楚說 OK 我在這個系統的哪裡 然後我希望找哪裡 然後這樣才可以像拼圖一樣 拼得起來 那這整個大的系統圖 我覺得當然是可以 大家都放在腦裡 可是我們實際在談合作的時候 很可能就是談其中一點 已經要很快把這個東西 對 了解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給你參考 好 我可以寄一份給你 你可以寄一份給我 謝謝 那包括前面那些人的名字也可以嗎 因為這個小區是公開的 小區是公開的 太好了 所以我以後就大概知道 他們的位置在哪裡 因為有幾位我真的是還認識過 對對對 現在就更確定 謝謝 對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你現在的重點是說 先把自己的論述先streamline streamline 對 然後確保說 就是說 我用你這個 你的幾個這個論述的名字 你的影響力中介 從哪裡中介到哪裡 你的影響力網絡 現在你如果都不管別人 你自己要打算怎麼長 那這個先確定 等於你是這一塊 等於這個先講清楚 那講清楚之後 你說那我現在要找這些人 或者我需要這些人幫忙 這樣子就比較清楚 對對對 非常重要 你們當初這一句 這個是有個參考 這個是有位薛喬仁老師 就是幫忙畫出來 幫忙畫出來 他應該也有參考 一些國外的一些 應該有 所以應該很難 很不容易 因為你像這樣 你能夠釐清 那我就可以確定我在 這就很清楚 我就在這一塊 那我要找這個 這個沒錯 我再寄給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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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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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明天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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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